开车骑车有车牌 行人走路有脸部辨识 不管是路线还是出入地点 透过密集的监视器都无所遁形 科技日新月异 台湾的天网系统 当初透过基地台异调 用电子围离防范破口 竟然被有心人士利用 调查官的照片和本名大辣辣 秀在脸书粉丝团 还标注调查局机动站的地点 开宗名义就是要卖法眼和天网系统的登入金钥 甚至附赠内网凭证 进行通讯监查和跟监 客群抓转征信社付费方式 还要求要虚拟货币 其他的天网还用调查局的第一人称 宣称配合全动法共同运作 调查局联系脸书公司 将恶意粉丝团下架 同步追查发现幕后主嫌疑似 是在台湾读硕士的中国学生 目前已经出境 嫌犯在台湾的期间 也曾经因为追求不成 冒用女方的名义恐吓 要在各地的校园放炸弹 现在又再度犯案 调查局表示恶意的假讯息 都会从严追查不发 华氏新闻黄佩华 梁洪志台北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